大家好,欢迎收看早线会议 我是苏文东,投顾为民意 那我们先看今天台北大盘表现 台北大盘今天是5月31号 是5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相对应就是说 今天这个台北大盘 持续性形成一较增量的一个收红 今天收盘也大涨197点 那相对应就是说 这个波段,这个报复性反弹 我想谈到今天这个高点 已经来到17113点 相对应就是说 在这个波段从5月17号 当时落底在这个15159点 短短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 这个盘势已经整整 这个报复性反弹一弹 也快接近2000点 来到这个1954点 那相对应我想以这个波段的一个反弹 等于说已经收复前波 这一趟修正拉回 这一趟拉回又拉回2550点 那相对应到目前已经收复 大概76.6% 快接近8成的一趟 这个强势的一个反弹 那重点我想在这个波段 尤其我们在说 大概从三个礼拜之前 我们就以这个盘势的一个规划的重点 我想包括从前波 这边快速做拉回那个过程当中 我想我们在这个阶段点 我们提示各位的车里面重点 当然的话 还是建议各位出传产 转电子 出传产转电子 那毕竟在这短短两个礼拜 这个报复性反弹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全面性都是聚焦 操作一些相关科技 电子个股 那当然的话就是说 针对这些传产个股 毕竟我们是基于 位阶跟高低位阶 跟这个风险 跟这个报酬的一个平衡原则 那等于说我们在进行 全面性都是聚焦 这个相关科技类股 在做一个聚焦的操作 那包括当然的话 就是说 全面性大概都是以这个 IC设计的这相关个股 来做到这一趟的一个操作 那毕竟这个波段大盘 这样子一谈 谈了快接近2000点 1954点 相对于这个百分比 百分比大概是谈这个12.9% 那当然的话 我们再进行带给各位 相关操作这些 相关的一些IC设计个股 包括我想这些个股 我们全面性都是在事先 事先预告 跟各位做个规划 全面性是做到事先的一个规划 分享 分享之后当然的话 这一趟这样涨上来 大盘谈了12.9% 不到13%的一趟涨 那当然的话 进行我们带给各位 相关IC设计 不管是说 像这个4961天域 天域我想这个涨湖 快接近5成 快接近5成 3545敦钛 6531的 包括像爱浦 6533的 像这个金星科 我讲这些标的 全面性 这个获利价差 都来到这个三层 三层到五层 一趟的一个 一个获利的一个价差 那当然话 相较于这个大盘 12.9%的 一趟的一个涨湖 全面性 都是超越大盘 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表现 那毕竟我想在进行 我想很多很多观众 你依然都还在纠绝 大概你要去操作传产 还是要操作这个电子 那毕竟我们当时 我想我们都已经 跟花很多时间 跟各位做让强调 因为毕竟 电子个股 它在这个波段 基本面有没有去做改变 基本面也没有去做改变 那问题股价经过 大幅度的一个修正 那我们就基于 这个风险跟利润 我们买全产 我想这个现阶段 叫做什么 风险无限 而利润有限 那如果说各位 你跟着我们来操作 这些相关电子个股 尤其是说 IC设计这些个股 全面性 风险有限 而利润无限 当然话 在这很短很短 两个礼拜的时间 全面性 都已经创造 30几%到快接近50%的一个 获利的一个价差 准备要放到各位 你的口袋里面去 那毕竟我想针对 在今天这个盘市 依然做到实际性创高 那这个创反弹 这个新高 我们在上礼拜五这个节目 都有跟各位做分享过 前波 大概在这个 5月11号 这根长的黑黑棒 这根量也来到这个 7229亿 等于说 这边会有一个很大量的一个量压 那这个量压我想 就是说当天 当天是 这个在收在 17137点 最高点是17137 等于说这个量压在17137 距离这个今天这个高点 已经相相接近 那这个相相接近 我想我们一样 不妨 难免 必不免 我们还是要跟各位说 强调就是说 你谈你去抢这一波 这个报复性反弹 一样会买 无论如何 还是要请各位要会卖 你也唯有 有买有卖 把这个一趟的一个价差 你去做量截取 我想这个才叫做 真正 有买有卖才叫做真正的一个获利 那如果说 我想我们每一趟的跟各位做强调 买股票 目的为何 就是为了要赚这一趟这个价差 那这个价差 我想你没有去执行这个卖的一个动作 当然都不算是实现 各位你的一个获利 那当然我想我们就全面性 也不断上个礼拜跟各位做强调 在这个疫情期间 依然请各位全面性 根据讯号跟我们这个盘中的一个讯息 来执行 这个叫纪律性的一个操作 我想把这个疫情期间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守务 就是说你不用出门 你也透过 可以透过我们这个讯号跟 吴老师我们这个盘中的讯息 来拼满各位的一个荷包 那尤其针对这一档超底的这个3661四星K 我想今天 我想这些整个今天3661四星K 今天又涨停满锁住 那当然全面性都是依据我们的一个规划 再做一个不断不断的一个演进 那当然话就是说这个盘弹上来 我们就不免 因为毕竟今天这个确诊人数一样 感觉上还是没有去降温 尤其是说这个死亡人数 今天又来到这个15例来看 相对应这个疫情 我想相对于这个股市的一个状况 这个利空因素都已经形成 不断不断的一个钝化 不断不断的钝化 真的是疫情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话这样子一个状况 我们就不妨 还是要透过这个印度的一个实际上状况 这个印度我想我们这个上个礼拜之前 都跟各位分享这张线图 这个是印度股市的一个表现 那相对于我想 以印度现阶段 虽然说确诊人数已经由上个礼拜 大概一天都是三十几万例 降到大概十几万例 不到二十万例 虽然确诊人数已经荡下来 那问题我讲这个死亡人数 依然都是每天都是维持 三千多人四千多人的一个死亡的一个案例 那重点是说 相较于这个台湾跟相较于 这个印度的一个疫情 我想这个轻微程度 还是他们一天都死了 大概四千多人 那毕竟虽然这是人命关天 那重点是说 就以这个数字的一个比例的原则来看 台湾的一个实际上状况 还是相较于印度 轻微很多 那重点是说 我想我们在之前那个波段 台股一修正 两个礼拜是跌掉2500多点 百分比是14.4% 那印度状况那么严重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跌掉多少 跌掉10% 我想这个就是说 这个相对于这个疫情 对于一个实物上的一个股市的一个状况 都会形成一个持续性的一个顿化 一个顿化 那毕竟我想我们在近期 带给各位这些相关操作的这些标的 全面性我们都是事先分享 那包括这档3661四星 我想我们在每一天这个Telegram 也都做到长期的一个追踪 毕竟就是说针对四星 早在之前他做一个高档震荡 当时在2月份创历史新高 来到1000块钱的后续 等于说我们在当时3月19号 他最后一趟 就是说高档震荡的 那时候的一个高档震荡 最后一浪的一个一个卖讯 3月19号那时候是940块钱 我们全面性都协助各位 去做到他完全的一个掌握 因为毕竟像是新高档 我们在之前 从去年的6月份 那时候是300块开始做 300块钱开始买 一路涨到1000块钱 来来回回 大概已经操作 不下10趟 那最后一趟 卖讯940块钱 卖掉之后 我想这一趟我们全部避开 后续我想以这个四星KY 在上上个礼拜礼拜五 产生这个叫黄金右脚的一个买点 那我们在从上上个礼拜五 我想我们每一天都跟各座强调 他已经就是说 他的颈线位置是落在这个518块钱 颈线只要一突破 一突破 就是1比1的一个等无测量 就是说从他颈线 到他最低点 他的底部363块半 你这一趟涨多少 后续就是1比1 1比1的等无测量 那你就把这个518 去扣掉这个363块半 等于多少 等于154块 那再加上这个颈线的518 等于说后续1比1的一个等无测量 会看到这个672.5大概是落在年线 跟这个半年线 年线目前年线在612 半年线在699 这个range 等于说1比1的一个等无测量 就会来到这个位置点 那相对我想 今天四星 颈线在上个礼拜 就做一张突破的一个后续站稳之后 今天立马锁住涨停 今天股价已经来到500 83块钱 我想我们依然都还是做续报 持续性按照我们的规划 再做一个往上的一个 不断不断的一个挺进 所以说针对这个部分一样 我们不妨还是要跟各位做强调 你有为了是我们这个工具这个讯号 配合我们这个盘中 第一时间这个买卖点的一个提示 这个讯息 手机讯息的一个提示 当的话 全面性 你在疫情期间 就能够很轻松 来协助各位 去拼满各位的一个荷包 因为毕竟 现阶段各行各业 我想很多的产业 都有受到影响 那重点是 你只要掌握住 这个讯号 跟我们这个盘中讯息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疫情期间 你都还是能够去做到持续性的一个大赚 那包括我想以四星KY在当时我们分享各位 5月21号上上个礼拜礼拜五 这个黄金右脚的买点产生在这个420块钱 你加这个就是这一根头肩底的这个右肩 那右肩等于说这个是第二只脚 这对最低点 这第二只脚的买点 叫黄金右脚的买点 买讯一到 那当然话我们也带进我们的货源 买点在420块钱 拉高到5月26号 短卖点先产生在这个515块钱 那等于说我们就先去率先 先执行一趟的一个获利 这一趟这个价差95块钱 买一张就账到10万 后续我想到上个礼拜 礼拜四 礼拜四我想我们一样 透过这个这样线图 很清楚跟各位做分享 回测买点讯号 即将又做一个产生 那要各位 你要去留意再做一个买回 留意再做一个买回 一趟一趟的一个操作 那包括在上个礼拜 礼拜五 上礼拜五 我们在礼拜四预告各位 这个买讯即将要做一个产生 我想这个各位看得很清楚 空方力道又做个收敛 大无度收敛 即将又翻红 买点又要出来 那等于说到礼拜四预告各位 买点即将做一个产生 礼拜五 这一趟的买点 508块钱 继续做到一趟产生 那当然的话各位 你就根据讯号来执行 该做的一个动作就OK 买点在508 后续我想 以在四星KY在这个上个礼拜 礼拜 上礼拜拜五 收在530块钱 收在当天的最高点 那530档的话 这个518块钱的这个景线 全面性站上 站上景线之后 开始在买的 那果不其然 我想以今天这个四星 今天掌停板锁住 今天已经来到583块钱 全面性都是按照 我们的规划 在做个演进 那毕竟这个我想 我们也不是每一 我们这是从 在上上个礼拜五以来 每一天跟各位做追踪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那虽光针对四星KY 我想到今天掌停锁住 这两趟的一个价差 已经来到170块钱 一张你就赚多少 赚了17万 这百分比已经超过40%的 一趟的一个获利 那当然的话 明天即将 就要进入到我们预告各位 年限跟半年限的这个range 这个区位 已经在明天 就即将来到 那当然的话 后续一样 请各位密切留意 会买 无论如何 也要会卖 把这个价差 获利放到各位口袋里面去 我想这个才是 操作的一个重点 这四星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的话 我想我们在之前 3月19号 高档 高档震荡那时候 最后一浪的一个卖讯 940块钱 我想这个叫价值连城 卖讯提 我想我们一样都是在 我们这个Telegram 当天我们在早上11点38分的分享 卖讯率产生 一拉回 拉回60几% 快接近600块钱 一张没卖 如果说各位 你当时不会卖 到现阶段 就算今天拉到涨停板 583块钱 依然都还在做一个叫等解套的一个动作 是针对四星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包括我们在今天盘中 有特别跟各位分享这么一档 我们在上个礼拜 礼拜四 带进我们的会员 因为毕竟 这些相关这些个股 我想我们从上上个礼拜 包括像这个天狱的敦泰 爱普 金星 可我想这一个股 都已经涨一趟 那毕竟我想我们每一天都有会员进来 新的会员 那等于说 我们在针对新的一个会员 我们在 这个上个礼拜 礼拜四 我们在11点半 也针对 一样是IC设计 低价位的这个安国 我们也带进 那我想安国在礼拜四做买进的一个后续 礼拜五大概涨了3%多 起3% 延续到今天这个收盘 大概又涨了快接近6% 短短两天 又接近快一根涨停的一个价差 那毕竟针对安国 我想当时卖点在57块 57块半 这一趟拉回弧度也很深 买点产生在39块钱 全面性 你就透过工具讯号 跟我们这个盘中 我想我们这个讯息也直接都分享各位 上个礼拜 礼拜四在11点30分 带进这安国 那为什么要买它 我想以它第一季的一个获利 第一季获利已经来了 0.73的这个EPS 那我想以它去年 去年一整年是 从第三季才开始油亏斩赢 那一整年 下来的话还是亏了 互了这个0.6的EPS 那相对我想在 今年第一季这个获利已经来到0.73 全面性的一个爆发 一个营收跟获利的一个大爆发 基本面没有去做改变 那重点我想以这档个股安国 从当时高点69块多 一路修正到33块4 等于说这一趟一拉回 拉回多少 50几% 一样股价腰斩 腰斩的一档个股 基本面没有改变 那当然的话 我们趁它回测之后 回测买点产生 我们也带进我们的会员朋友们 讯号一到 买了就是赚 上个礼拜是涨3%多 今天又去比较6% 全面性 根据讯号的一个操作 能不能在疫情期间 代替各位 拼满各位的一个荷包 我想这个各位 你自己眼见为凭 那针对就是说 我们这套工具 我想我们每一天都跟各位说 强调 什么个股该做买 什么个股该做卖 或者是说 针对这个个股 主流个股的锁定 我想这个工具 都可以全面性 透过我们这些功能键 那这个功能键 最主要是每一天早上 据讯号开盘之后 工具会协助我们 去做这样选股 针对当时那个波段 主流个股 或者是说 该留意要卖的一些 相关个股 不管是短线的 波段的 或者说超过100块钱的 高价的个股 全面性 工具会协助我们 去做这样掌握 那包括我们在今天 找盘的分享各位 工具今天挑出来这一档 我想这档数的不多 一档到两档 相对就是说 今天这个高价转空这两个股 各位都很守了一档标的 签一个波段的一个多头个股 6547的高端疫苗 那当然话就是说 这个工具绝对开盘之后 我们在今天分享各位 那时候截图在9.04分 高端控细分 那时候还平盘 平盘 后续我想高端疫苗 到今天这个收盘 是打到跌停 卖讯389 直接打到跌停 我想这个工具 就可以直接 如果说你刚好手中持有 这些相关 生技防疫的一些个股的 投资朋友们 都能够去协助到各位 虚极跟避凶 什么个股你买了可以赚 什么个股你要去避开 全面性 挑出来就这么一档 高端疫苗 当时是平盘 高端控细的时候 我们做截图的时候 那这个工具是9.04一开盘 就立马帮我们去做 让它锁定 那另外包括像 今天挑出来的 这个波段起涨个股 我想这是 刚好都是今天 这个主流的一些主流 相关包括像联发科 IC设计 现在IC设计非常非常强 四星涨停 我们就一路带给各位 不管像天狱爱普 敦泰 甚至包括 金星科全部都是大涨 那另外一个族群 6116彩晶 彩晶一样 面板的一些相关个股 彩晶到今天这个收盘 是拉到涨停 像联发科 赶快 波段起涨 波段买点在947块钱 当时的卖讯在那边 你要会卖 高档要会卖 拉回再买 今天联发科涨了35块钱 616彩晶 买点在204 高档你要会卖 这一趟买点 今天的彩晶是亮灯锁住涨停 全面性 让这工序都可以很轻松来协助我们去做掌握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近期带给各位相关操作 从当时我们在5月13号预告各位 我们就说这个节奏点我们出传产转电子 那转电子你要去怎么样去挑 做悬果 我想我们全面性帮各位去聚焦相关IC设计 那为什么锁定IC设计 因为毕竟这些族群个股 基本面并没有去做任何改变 像我们跟各位分享 天狱 去年EPS4.07 今年单单一季就来到4.78 四月份又赚了2.88 等于是说前面四个月已经赚了7.66的EPS 去年一整年才4.07 基本面非常非常好 这一趟一修正47% 买点产生在5月18号224块钱 一路创高 到目前 到今天这个价差已经来到110块钱 快接近50% 全面性静待卖讯产生 我想这个工具讯号 当时买点在这边 224一路涨一路涨 到目前卖讯都还没有产生 那各位你就静待卖讯产生 你在执行 这卖的策略就OK 天狱的部分 那另外包含 那天狱当中的话 就是说在前一个波段 我们在当时4月13号 卖在多少 卖在360块钱 买在300人 后续我想这一趟拉回 拉回到209 比如说一修正多少 41.9% 你要会买 问题也要会卖 所以说当时我们在前波4月13号 卖掉之后就没有再碰了 就是说这一趟拉回 回设买点产生在228 224 你再做一个买回 再赚这一趟 高档要会卖 买多少 买3006 用224块钱 在做买回 你这样子实际上结果 你能不能大赚 天狱 敦泰港换 买点在163 那敦泰我们在5月25号 趁它创高爆量 我们先率先 先执行一趟获利 获利是27.6%的一个获利的价差 基本面 去年EPS3.97 一整年 今年单单立即就来到4.23 比去年一整年都还要更多 基本面没有做改变 那当然我想以敦泰今天 一买一卖之后 今天又产生今天的买点 201.5%又产生卖点 那各位 也就是根据讯号 执行各位 该做的一个动作就OK 一趟赚完再接一趟 这个工具讯号都可以提示各位 做到第一时间 这个买卖点的一个掌握 敦泰的部分 爱普买点在569 一路涨一路涨 涨到今天好像实际性创高 来到747 这价差147块钱 都百多块 一丁就贪十几万 那当初爱普我们卖在多少 卖在915块钱 一拉回399块 一张没买差40万 针对我想这个讯号 能够协助各位 看帮助有多大 趋吉避凶 该避开的时候 你要去避开 拉回快切片400块 买点产生569 你来做买回 你赚这一趟 147块 金星科赶换 买点在346.5 到今天实际性创高 这价差也来到109块半 全面性就根据讯号 所以我想在近期我们带给各位 甚至包括像金豪科 金豪科我们一样到目前为止 我们操作两趟 包括 欧老师我们在当时 在5月24号上个礼拜礼拜一 买点一到 我们在早上9点59分 买点一到 我们直接都直接分享 分享各位后续三天 我们先把上个礼拜一涨停 礼拜二涨停 礼拜三就涨了块钱6% 我们先卖一趟压回 到礼拜五我们131块钱又买回 买回一个后续 到礼拜五收盘是收在这个 135块钱 赚了大概又赚了4块钱 等于说这两趟的一个价差 也都来到这个30.8% 那金豪科今天是小创高之后 有做一个小弧度压回1块钱 我们都还是做续报的一个动作 金豪科的部分 那当然话我想 就是说以金豪科来讲 一样前波 买点产生做买 卖信产生做卖 压回40几% 一样要请各位 高档你要会卖 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点 请各位操作面的重点 甚至包括像彩晶 5月4号叫做短空个股 一拉回39.1% 后续产生买点 又转为一个叫短多个股 这一趟到目前 今天锁住涨停 又是30%的一个获利价差 联发科当时是高价转空 一拉回299.1% 目前又是高价转多 今天创高又来到119块的价差 全面性就根据薰号 那相关这个生气防疫 我想国光生气 一买一卖 这一趟买点 卖点在这边 卖点在这边 26.3% 卖掉之后做快速拉回 甚至包括像亚若马 同样 高端疫苗一买一卖 卖掉之后做拉回 全面性 今天高端疫苗打到跌停 全面性 这个工具讯号 都可以很轻松协助到各位 掌握住每一个波段的买卖点 包括前一个波段 一买一卖 价差43% 全面性 我想你偏爱操作生气防疫 IC设计 甚至包括像航运 通通都没有关系 全面工具都可以来协助各位 做到一趟全面性的掌握 那先接入我想这个 个股的部分 我想这已经回归到高价个股 这个timing 我想带各位操作高价个股 获利价差速度会更快 价差的空间会更大 那我们实际性有提供给各位 这个高价股专卖店 加入会员 你就可以直接互证 我们这套快打部队的这个操板软体 尤其是说双倍加值不加价 这相关活动讯息 各位都可以直接来店 来做个直接下去 祝各位美人财务顺利 我们再见 本公司以望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